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交会11月31号礼拜天又有一次福音聚会 这次呢是你来传讲 想说看看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你会讲一些什么题目 是的感谢主 我們又有一次全教會一同來興旺福音 也確實在現在這個時候 瘟疫還不斷 人心也是比較迷茫 教會一起來興旺福音 我在尋求的時候就有一個題目 叫做人生何去何從 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日常生活比較少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我們似乎是要花一點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講它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其實你講這個人生何去何從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就忙在生活的裡面 沒有去想這個事情 你這重要的問題有時候反而我們忘記了 所以我想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來靜下來好好思想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這次傳福音聚會也是在線上面 是的 我們在會有直播 那我會把那個資料放在我們的視頻下面 你們可以去點擊到時候去看 那能不能多透露一點 你要講一些什麼東西 好的 那麼講到人生何去何從 當然這個範圍看起來是滿大的 但是除了從我們個人這方面來看 我們也要從整個人類來看 聖經告訴我們當初神怎麼樣創造天地宇宙萬物 還有我們這個人 那麼所以人在所有的備照裡面是很特殊的 因為神說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樣式造了我們 那麼但是如果說故事就停在那裡 那跟我們好像就沒有太大的關聯 但是我們知道在伊甸園發生的那個事情 那亞當跟夏娃吃了分別三二十五的果子 這是神吩咐不能吃的 然後醉進到人裡面去了 那醉進到人裡面去以後 整個人就與神當初造人的目的相避離了 但是感謝神他有美好的計畫 因為他是從過去到永遠永活的神 而且他是全知全在全人的神 所以他對人類的墮落 他有一個美好的一個拯救的計畫 那當然從我們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每天所遭遇的各樣的問題 其實背後都有那個罪的問題 我想從這個地方來切入 然後還要講到說 我們對於人生目前的情形 還有以後的情形 我們是怎麼一個憧憬 到底現在這個情形會不會改觀 以後會更好或者是更壞 那麼將來這個世界跟人類 是不是有一個終結點 我想這都是我們需要來思考的 但是我剛剛講了 神有一個美好的計畫 就是被人類弄渣的 他仍然有辦法把它恢復到 當初他所造的時候那個目的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需要來思考的 我剛才講的一個說到人的背照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關鍵的點 就是說你要問說 人何去何從 你要知道你的源頭 你知道你的源頭 才能說你的目的地 要往哪裡去 所以我想這一點是很要緊 另外一点你提到这个 就是说到底将来会怎么样 我觉得说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人常常会有一个 一个很乐观的一个看法 对于前途 对于未来 有一个很乐观的那个看法 那这点也会提到一下 会的 我想当然 我们人是对四周的环境 还有我们自己的处境 会有一个反应 那么在人的里面来讲 都是盼望说明天应该会更好 特别是现在 就文明进步到 等于是空前的一个地步 并且科技的发达 也是我们以前都没办法想象的 但是这也产生了文化上面 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速成的文化 现在什么东西都讲到它快速 效果要好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我们人就迷失了 神造人的时候 要学习倚靠神 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我们人变成说 好像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了 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 整个历史的发展 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明天究竟会好会不好 我想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在那个地方 我们需要来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 我想我们也不要讲太多了 是的 是的 讲太多也不好 那要等那个4月31号的时候呢 我们再带大家来听 来市场这个问题 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的 我想这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切身 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来思考 但是我们如果说按照人的思考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答案的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 将来的情形会怎么样 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认识这位神 并且接受他做你的救助 到那一天这个整个世界 整个改观的时候 新天新地的时候呢 那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 目前所有你看到罪产生的这些结果呢 都要被消除的 这是神他伟大的救赎的工作 我们真的是要来思考这件事情 好 再说了 就是10月31号星期天 早上10点45分准时 到时候再网上面见 是的 欢迎大家都上网来 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 谢谢 好 好